哈囉 大家好 我是Zico 今天我們又要來進行一個非常特別的影片企劃 那就是我完全沒想到 這麼受大家喜歡的腦洞街球場系列 在3月8號洛杉磯狐人對上慢飛 是灰熊的比賽中場休息中 狐人對死傳奇球星 帕卡獸舉辦了球衣退休儀式 我個人看了真的非常感動 因為大家都肯定知道 帕卡獸跟Kobe的感情真的沒話講 當球衣掛上去的時候 帕卡獸也是淚流滿面 因為就掛在他的好兄弟Kobe的旁邊 也是完成當時他們許下的承諾 那當我看到這個畫面的時候 我頭腦突然浮現一個想法 就是Kobe跟帕卡獸這個雙人組合 他們是狐人隊的 那現在的狐人隊不是有一個雙人組合嗎 沒錯 就是Ansony Davis加LaBron James 所以我腦洞大開了好不好 我們今天就是要用這兩個 狐人隊傳奇雙人組合來做一個對決 OK 一樣老規矩 腦洞街球場 半場13分 三戰兩勝 全程電腦模擬 螢幕前面的你 如果你覺得是左邊那組會獲勝 就幫我影片按個讚 那如果你覺得是右邊那組會獲勝 那也幫我影片按個讚 還沒有訂閱此頻道的 記得幫我按下訂閱按鈕 記得追蹤我所有社群媒體 我的生活日常影片資訊 直播資訊 都會發在那邊告訴大家 那我們就正式開始模擬吧 首先由詹姆斯隊先攻啊 面對Kobe他上去一個拉桿沒進 Kobe抓到籃板之後 往外出場回場 Kobe現在要自己運喔 哇他這個單挑啊 哇一步過啊 他現在要自己單打運球啊 哇這一個快速運球 你看他這個身材 這個坦克車身材 欸不是 這個Kobe真的手很死耶 曼巴承擾啊 然後砲卡獸抓到喔 防守籃板再回傳給Kobe Kobe直接一個三分球投 沒進 AD 現代神獸抓到喔 防守籃板 傳出去給拉邦捲斯三分球 拉邦捲斯沒進 砲卡獸抓到防守籃板 再傳給Kobe 哇這個黑曼巴啊 砲卡獸要怎麼打呢 要給砲卡獸打地位嗎 應該會打地位 有囉 卡獸 剛退役球應該蠻猛的吧 哎呀可惜這一球沒進 那AD抓到防守籃板之後 再給拉邦捲斯 要怎麼打 牽進去 完了 哇要靠身材直接碾啦 現在秩序持球 看要怎麼打 砲卡獸幫他打完之後一個後側步 喔唷 哇Kobe一個後側步 他的招牌啊 完美出手耶 喔AD 哇 姆斯直接拔嗎 欸 喔 這個AD直接在砲卡獸面前 直接把球給補進 砲卡獸面對AD 上去硬幹嗎 應該會自己抓盡管版 哇這個身高管有優勢 喔 他一個小拋勾AD有干擾到 那姆斯拿到球之後 哇直接被迫停球 他要打空接 我就知道一個空切啊 欸其實砲卡獸91平分 看起來不爛耶 啊但是被蓋 卡獸要蓋掉了嗎 欸卡獸這個身高 真的沒有在開玩笑 216公分 比AD高了8公分啊 哇這個對決 卡獸直接蓋AD一個火鍋 哇要蓋第二顆嗎 要蓋第三顆嗎 哇連續三次AD 都被砲卡獸守住 有點牛逼 真的有點牛逼 喔 摳比 再給卡獸 太刺激了吧 2K 真的不要那麼刺激 喔砲卡獸 直接一個中距離沒進 AD 直接一個單手爆扣 哇 砲卡獸可惜啊 目前卡獸這一隊落後兩分 那再給摳比 摳比現在是要自己單打嗎 三分球直接拔 才剛講 他瞬間投一個三分球 直接追回來 我的天啊 喔唷 哇 這個斷球 摳比這個斷球 哇 欸 這摳比太強了吧 搶斷完畢超級完畢 直接三分球拔起耶 太可怕了 所以我就說 摳比這個98平分 這個慢八纏繞 真的有時候連戰姆斯都趕不住啊 那AD剛才一個中距離沒進 自己抓進攻籃板 砲卡獸 哇 卡獸 卡獸 卡獸應該要回給 對嘛 我想說這樣子還不傳給Kobe 哇 卡獸傳球師也是非常厲害啊 卡獸卡獸 卡獸又要再蓋火鍋了嗎 真的是防守有夠硬 真的是中規中矩防守有夠硬的 那手舉高穩穩打也不會被騙犯規 Kobe直接牽進去 一個拉桿 拉桿還近 我的天啊 這Kobe加油啊 這娘家 耶 假的 那砲卡獸現在在把 哇 才剛講啦 幫Gence上去直接一個換手冠籃啊 拉賓斯冠籃 Kobe一個後車步 硬頂 哇 卡獸抓到進攻籃板 卡獸這個身材又被AD守住 雖然說身高高了8公分 但是AD的靈活度呢 跟他的爆發力感覺比卡獸好一點 哇 這一球Kobe補防又補到啊 真的兇 天啊 這卡獸再傳給Kobe Kobe又是直接拔 別這樣呢 欸 詹姆斯再給AD 哇靠 連這個AD都在那邊 拉賓斯冠籃 喔唷 Oh my god 這一球 真的還假的瞬間 牽進去一個後車步 三分線投出去耶 這Kobe有點可怕啊 那AD的話看到 哪幫禁止 應該是要打地位了 身材直接黏了嗎 詹姆斯這身材直接黏啊 Kobe真的沒辦法 跑卡獸 再回傳 Kobe現在是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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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 哇 這個傳球能力這個空階 也是很趕耶 卡獸幫他卡完之後 Kobe要怎麼打呢 一個後車步 完了裡面大控擋 卡獸大控擋 直接單手爆扣結果沒進 啊因為AD開防守主宰了嘛 所以說球彈出來啊 哇那球真的可惜耶 那幫詹姆斯直接頂Kobe 一個轉身勾手 又是靠身材再打進 比數目前來到10比9了喔 離13分越來越近喔 Kobe直接一個鬼之船 鬼之船被破解 AD 哇 AD真的沒辦法輕輕鬆動吃卡獸啊 這個卡獸真的防守很穩 Kobe 他直接先進去了 太扯 太扯了吧 不是 這個98平分的Kobe是 太扯了吧 詹姆斯跟AD都開主宰了 而且詹姆斯開的是 喂 2K 詹姆斯開的是潛入主宰 也被Kobe直接蓋掉啊 太刺激了吧 真的很刺激 欸 好刺激喔 現在在幹嘛 現在在幹嘛 哇操 真的還假的 好刺激啊 欸 真的超刺激的耶 這應該是我這個系列 有史以來最刺激的吧 火鍋蓋來蓋去耶 重點是喔 卡獸跟Kobe都沒開主宰喔 然後一直守住 對面兩個開主宰的 太噁心了吧 哎唷 Kobe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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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喔喔 買 噶 現在拉帽娟士 回場 他自己運了嗎 AD把他做一個擋賽 拉帽娟士一個中距離 沒把握住 AD直接一個上去單手補扣 因為剛才已經死球了 再給卡獸 他本來要空階結果被守住 哇 這一球 真的沒辦法 那卡獸現在開的是 背籃第一位主宰 AD面對Kobe 再回給Labrongens 直接個單手爆扣 Labrongens他們逆轉1分了 本來落後那麼多分 瞬間領先1分 他們要聽牌了嗎 Kobe現在死球 但是詹姆斯他離開了 12比12 詹姆斯直接錯位啊 直接失位啊 目前場上三個都開主宰 就只剩Kobe沒開主宰 詹姆斯 現在要往後單打了嗎 因為他現在開著這個格扣主宰 切進去應該就可以爆扣囉 現在是貝蘭低位 面對 面對防守主宰 哇 嘎瘦 喂 90%干擾耶 90%干擾耶 還近 真的還假的啦 哥哥 真的還假的啦 哥哥 嘎瘦 要自己運了嗎 給Kobe Kobe應該不能打低位吧 哇 嘎瘦直接被Labrongensky 完了AD抓到進攻籃板 哇塞 沒想到 那詹姆斯獲得7分 5籃板3助攻1超級2顆火鍋 Ansoni Davis 7分14籃板 5助攻2超級2顆火鍋 Kobe 12分1籃板2超級2次失誤 Gasso抓了12顆籃板 但是得0分 那4次助攻3顆火鍋 第二場比賽有Kobe跟Gasso這隊 先攻啊 一上來呢 Kobe先來個Labrongensky 哇 還在那邊鞠躬耶 齁 那現在的話1比0領先 哎唷 Kobe又直接超掉 欸 這Kobe好拚喔 欸 太拚了吧 這個Mamba纏繞 Labrongensky 直接一個轉身吃掉Kobe 沒辦法 Labrongensky就是第一位一直用身材去黏啊 Gasso再傳給Kobe 又是一個空切 Labrongensky 再傳給AD一個空手走位 一個雙手爆扣啊 喔 現在錯位囉 現在兩個位置是重疊的喔 AD應該要直接吃掉了 完了 Kobe要被吃了 Kobe就算防守再猛喔 這種搭錯位不可能守住啊 Kobe又面對Labrongensky 一個後側步 欸 好屌喔 Kobe這個中距離這個後側步 神之飛的位呢 現在面對Gasso的話 Labrongensky就是把他擋在一個輕鬆上籃 哇 他這個靈活度直接展現出來耶 看來Gasso他這個91平分 看來好像只能用在防守 進攻方面感覺沒啥料啊 又是Kobe 上去Gasso抓到籃板 啊 Gasso到現在連1分都還沒拿到 真的是尷尬啊 那現在Labrongensky拉出來 他自己單打喔 要單打Kobe喔 看一下他這個樣子 要靠身材黏了嗎 身材完全 哇 真的沒辦法 身材就是硬啊 5比4 Labrongensky跟AD這一隊呢 又再度逆轉1分 Kobe這一隊一定要在這一場贏下來啊 才能拉到1比1的局勢啊 Kobe一個中距離頂著Labrongensky硬頭 硬頭 然後直接被蓋 現在的話Gasso幫他打完 又是一個3分球後側步 他這個後側步真的蠻準的 面對Kobe的防守 但是我不得不說啊 Kobe這個身材守得算不錯了 AD又是一步過 Gasso能打的也是 Oh my God才剛講 這個防守又被吃掉 Labrongensky拉轉一轉 舔一舔 直接一個背後灌來 目前Gasso他們落後3分 難追了 哎唷 喂 這個假頭 Labrongensky直接被晃起來 不然正常來說應該會直接進去爆扣的 喔 Kobe這一步過真的好快 AD現在的話 哇塞 哇塞 這個AD 把自己當字母哥啊 那現在Labrongensky給AD 哇 他一個屁股頂到Gasso 那Gasso被卡在後面也沒蓋到啊 打完之後Kobe一個中距離 沒進 AD再度保護防守籃板 完全不讓Gasso抓進攻籃板機會 Kobe這一球守得好了嗎 欸 27%干擾 對手停牌了 Gasso輕鬆上籃 哇塞 剛才Gasso終於獲得第一分了啊 也是一個Kobe Kobe直接 哇 又被蓋回去 AD 中距離 沒進 Gasso抓到防守籃板 喔唷 我也要GG了欸 欸Kobe超拼的啦 進攻防守兩段真的超拼的 Kobe現在的話 你們仔細看 Kobe這個瞬間加速這很快 Gasso 硬吃 這個拉桿 屁肝啦 屁啦 這怎麼拉桿的 看一下這一球Gasso怎麼拉桿喔 上去AD用到之後 一個大風車拉桿 都要再把球放進 這一球真的有夠帥 Kobe Gasso這對還是有機會的 再手一波 AD這個拉桿上籃沒進 Gasso抓到關鍵防守籃板 哇這個拉桿 喔Kobe幫Gasso擋拆 哇哇哇這什麼擋拆 再回傳給Kobe 完蛋 居然是以這樣子失誤的方式 結束比賽啊 我的天啊 怎麼會這樣子啊 看一下比賽數據 Kobe獲得8分3籃板 2助攻2超捷 Gasso獲得2分7籃板 3助攻0顆超捷 1顆火鍋 對手的話 Anthony Davis 8分8籃板 2助攻1超捷 1火鍋 Lauren James5分4籃板 4助攻3超捷 2顆火鍋 OK那我個人覺得這次模擬 真的非常精彩 非常刺激 我本來以為至少會2比1 打到第三戰 結果2比0直接打掉 影片的最後 Zico我勞話一句 這只是個遊戲 這只是個模擬 請文明觀戰 不要太認真 可憐啊 至少會贏 我們很快 我們來跟...